她是什么情况 就是有一天 我就看她在用电脑 做那个Excel的表格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你正在做什么呀 然后她就眼睛盯着屏幕 说了一句 我在定制怎么花500万 我说你什么时候有500万了 结果她怎么说 她说她昨天做梦梦到了500万 正常有人梦到了 会把这个话说表格来剪 怎么没有 那我就办法了 就安排怎么发吗 正常会安排 然后你说你安排就算了 你这个很搞笑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笑一下 我就说 你能不能给我加一笔 把这个计划里边 能不能给我加一个安排 然后你呢 马上就不乐意了 是加一个安排吗 我要是挣了500万 你管我要一个450万的跑车 那我就赚那么点钱 你怎么不想想 你自己多赚点钱 从我的老头来讲 大家听明白了 她说的是 我有500万 我还要给你拿出450万 她已经把这个事认为 这不是钱不赚 已经是成真了 不是赚不赚的问题 是你这个态度问题 你要把我所有的东西 都掏到你包里来 这个事情本来是 无中生有的事情 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哪里无中生有 我做了一个梦 确实这梦真是存在的呀 对 真是存在的 因为一个无中生有的事 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事情 然后跟我吵了一架 吵了之后呢 怎么样 最后跟我冷战 就是直接不理我 人消失 然后就冷战三天之后 我没有办法了呀 那她是我女朋友 我当然要哄着她了 对吧 然后我就主动说 这个事情是我错了 然后解决方案是什么 是我把她的购物车 全部清空 我就是为了让你长教训 要不然你以后天天 这么惹我生气 我这个教训是长了 钱包 我觉得她钱包比我更长教训 正常来说 都是说谈钱伤感情嘛 对吧 我跟她在一块 是谈感情伤钱 每次都是 不管是她对我错 我对她错还是怎样 反正花里胡哨 最后操作一堆 就是我成人错误 然后把那个 她的购物车清了 然后这个事算完 对呀 那让你长教训 你就是不长 那你就佛该呗 关键是 你让我长教训就算了 那你说 你买这些东西 烂七八糟 花里胡哨的 哪件是有用的 买一大堆东西 哪件我没用上啊 她这个买 就正常女孩 一种化妆品要买20个型号 哪有你说不夸张 还不夸张 我跟你说是 没有看过我们家客厅 那门一打开 就跟那个 百货商场一楼一样 你知道吧 那女孩爱美 就很正常 哪个女孩不爱美啊 你那不是爱美 你往那一坐 跟贵姐一样还爱美 你说你买这些化妆品 那行啊 是你爱美 算你爱美好 每个女孩都爱美 很正常 然后结果你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买那个大沙发是怎么回事 你这个人买东西 从来都不考虑 结果就是我喜欢 我想要 马上就得买 然后想一出试一套 沙发怎么了 你买那个大沙发 很正常 什么情况 是我买了之后 你没用伤害怎么样 空买了吗 这不是弄完了之后 家里很挤 然后之后你把东西 全部堆着 就是你不考虑 这个东西的实用价值 就是我喜欢 我想买 然后就买了 然后最后还是我 把这个东西 那你和我在一块 不是就是喜欢我 所以和我在一块吗 那我就算是傲娇一点 那你不是还是喜欢我 就是和我在一块吗 教育孩子 一定要讲究方法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 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再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 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